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曾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呢 是婚故業者Vivi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眼科醫師黃宥嘉 黃醫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是藝人Kitty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這個神經內科的主任 是劉建良 劉醫師 鄭大哥好 還有大家好 好 那以及這個磁商心理師 林翠芬老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那麼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好想放生長輩 怎麼辦 有時候長輩做太療癒了 那有可能做太療癒是他故意的 那有時候他可能生病了 但我們不曉得 在滴卡上面 這個我再也介紹一下劉醫師 劉醫師他除了神經內科之外 他也專攻老人醫學科 那什麼叫老人 我剛剛私底下有請教他 就是六十五歲以上 六十五歲以上 臺灣其實已經是高齡社會了 六十五歲以上 佔總人口的十四趴叫高齡社會 對不對 超高齡就二十趴 二十趴 我已經快了 好可怕 所以今天是為我安排的 等一下如果我忘記了 就表示 就表示我失智 看不看不看 好 那滴卡上面 有一篇媳婦的貼文說 好想放生婆婆 原因是因為婆婆 常常做出很傻眼的事情 那到底有多傻眼 我們請黃醫師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就是 這個是滴卡上的心情版 那這個媳婦的心情 就是要放生婆婆 那他之所以衍生出這種心情 是因為首先他跟他的老公 跟婆婆沒有同住在一起 可是是住樓上樓下 然後也不是只有他的老公 這樣子這個婆婆的一個兒子而已 還有一個大姑 然後大姑住得非常近 大概是騎車五分鐘的車程 就到了 滿近的 對 然後這個婆婆好巧不巧 是一個非常積極向上的病人 意思就是說他只要有痠痛 這裡痠那裡痛 他就說他要去診所打針 然後這一次是剛好就是他不曉得發生了什麼意外 所以他的腳上就有一個很大的傷口 那就要需要去醫院處理傷口 那醫院處理完傷口之後 緊接著又說這個傷口要照顧 要換藥 所以又是每天要去診所換藥 那他就是負責了這個醫院 他的兒子就是他老公就有幫忙說 載他的媽媽去醫院弄藥 處理傷口然後診所也都要再去弄 然後可是偶爾就是說 這個兒子還是會有自己的事情 不可能每天要載媽媽去換藥 然後就會請媳婦幫忙 那這個媳婦也是當人不讓就做了 就去幫忙 然後甚至就是說照顧這個傷口 因為大家一起照顧嘛 但是這個婆婆有時候會有一些 讓人就是醫療懷疑上面的舉措 意思是說這個傷口很大 他可能覺得有一些皮 是不是怎麼樣的情形要剪掉 要用剪刀剪 那老人家自己也不會用 或不敢用剪刀剪 就是說叫這個媳婦來剪 那媳婦就想說這不行啊 如果我把這個傷口 因為皮剪了之後 這個傷口更大或是更難照顧 或是引發其他的問題 感染的話 我就不行 然後所以他這樣拒絕之後 其實這媳婦應該剪 有一次受傷他以後 就不會再剪 然後但是這樣子的話 就引起就是說 他們之間在生活上 還有在照顧老人上面 就是也是很容易吵架 然後一吵架的話呢 這個婆婆就會開始罵這個媳婦 還有罵這個自己的兒子不孝 可是如果你常被罵不孝 應該是習慣嘛 可是這個媳婦其實沒有習慣 他是 因為什麼 因為他有個對照組 他的對照組 其實就是他老公的姐姐 也就是他的大姑 他就覺得說他的大姑呢 常常只要就是帶著 自己的小孩子回娘家 那可是如果說他自己的媽媽 也就是這個婆婆身體 有狀況的話 這個婆婆是完全不會找自己的女兒的 所以他就衍生出這種 好想把婆婆放生的心 因為主要是照顧已經是辛苦 要接送 對 然後在照顧的過程中 又會因為可能被婆婆理解為照顧不周 或是不會按照他的意思 然後就說被罵是不孝 然後另外一個 其實在媳婦的心中是奇怪了 明明是他自己的女兒也不找他 然後都找我們 然後又罵我們不孝 所以他就覺得很想要放生 這個婆婆 是是 說這個婆婆 是一個很孝的人 如果外公就說要報警 結果他真的去報警 報警要抓誰 抓他先生 抓這個兒子 然後大樓的保全 打掃的阿姨 都有被他罵過 他還鬧過公公的養護中心 還有去鬧過小孩的幼兒園 然後跟鄰居親戚抱怨 這個媳婦跟兒子是常態 看起來活力十足 對 那先請教一下Vivi 如果你是媳婦你會怎麼做 其實我如果是媳婦的話 我真的會懷疑他是心理狀態是有問題 對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有點算是 雞蛋裡挑骨頭 就是硬要找叉 然後來針對他的兒子 那我身為 如果是我婆婆 就等於是我會對 為我老公抱不平 就會覺得他媽媽為什麼要這麼對他 所以我開始會說服他去看醫生 對 那我覺得長輩看醫生 看醫生的話要叫你剪皮喔 先剪皮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長輩有說 沒關係你就說你老花眼看不清楚 我今天有說不好 不曉得 我會說我閃光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長輩他有時候 老實說要帶他去看醫生 他不一定是會願意 因為他會很害怕覺得說 你是不是覺得我有病 可是我是沒有病 但我覺得有一招很有用 就是說跟他說如果你去檢查 這個是一個免費的檢查 檢查完之後會有贈品 然後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禮券 什麼讓你帶回去 那有些婆媽就會覺得說 為了那個禮物 去 然後可是其實是你自己套腰包 可是他就是會去檢查 出名 這個很聰明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 然後讓他去看醫生之後 我覺得如果我清楚知道 他是有生病的狀態 我覺得我就會比較釋懷 他這些行為 對 那人家送什麼東西 他比較會去 婆媽就是你不能太誇張 就是一定是一些生活用品 豆油一罐 對 衛生紙 然後沙拉油 有啊 這一類的 衛生紙 對 火巴就是會很喜歡 對 請教一下崔芬老師 他的雜小孩 我剛才騎五分鐘而已 他都不在找雜小孩 為什麼 因為其實老人家有一種心理狀態 要很小心 就是他們其實很容易 依賴某一個人 其他人他如果不習慣的話 他寧可不要他 因為一旦他依賴媳婦 或依賴兒子的時候 他就不要別人 對 所以老人家的依賴的心理 一旦形成之後 你就要小心了 他凡事都要你 他不要別人 那我們如果讓他不要依賴我們 如果要不要依賴 那要再往更前一點 更前到就是說 一開始需要照顧這個婆婆的時候 那你千萬不要表現得太好 照顧得太好 因為通常有幾種人 特別容易被依賴 不要照顧得太好 譬如說咳皮要怎麼咳 老老尾 像曾大哥說的 我沒照顧 不過這個婆婆啦 我倒是想講一下 就是說她的行為模式很值得 我們先看一下 你要了解這個婆婆的行為模式 因為你看她會跟兒子吵架 對 然後吵架之後不爽就報警 對 然後報警 還會鬧大鬧公公的 雅虎中心 對 然後去孩子的幼兒園大鬧 那你發現她的那個行為模式 都是吵鬧 大鬧 然後吵架 對 其實都是戰力旺盛的 有一種婆婆是走憂鬱 沮喪的路線 這個婆婆是戰鬥力強大的路線 有這麼多路線 有不同的 因為憤怒或是戰鬥力強 這個比較有能量 可見她是很有能量的婆婆 你要小看她 她戰鬥力十足 所以像這種婆婆 她戰力這麼堅強 她就是要擴大戰場 所以你可能如果瞭解她 你就會發現說 她可以要擴大戰場 一個她要被關心 要全世界都把注意力焦點 放在她身上 另外一個可能 她就是需要被重視 所以我的需求 一定要被擺在第一位 如果你不把我擺在第一位 我就是又吵又鬧 讓你們不得安寧 讓你們非得這樣做不可 所以我會感覺 她女兒之所以不願意來 我想一定是從小就被這個 戲劇型的婆婆嚇 就是她已經很清楚 我媽 怎麼辦 我媽是這個樣子 我一定不要靠近她 她都不會找女兒 她都找媳婦跟兒子 那媳婦跟兒子已經找習慣了 那接下來媳婦跟兒子怎麼辦 我覺得媳婦跟兒子 反而我覺得不要被她操控 鬧就讓她鬧也沒關係 鬧就給她鬧 因為你如果一鬧就有效 她的鬧不會越來越遞減 她會越來越增強 就是因為這個 勒索有效 對 人的心理就是這樣 如果說我又吵又鬧是有效 就是會吵的就有糖吃的話 那一定是不會想說 我這樣吵太過分了 不要吵 一定會越吵 那一定是我今天吼得不夠大聲 哭得不夠大聲 擴大得不夠大聲 那我一定要更加倍地用力 躺在地上哭 到處去哭訴 所以她的那個力道 是越來越強大 很多父母都去找那個 比較有效的那個 對不對 就依賴她 因為為什麼 這個也不會反抗 而且叫得動 因為其實我覺得父母 叫得動是一件事 這樣好像我們又要開始 叫不動的小孩 叫不動的小孩很挫折 算了算了 我叫另外一個 好 等一下回來繼續 來 先休息一下 劉醫師 你看這個媳婦 想放生的這個婆婆 她會不會嗎 這個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其實門診也常看到這樣子的個案 就是 就是好像我們都會去抱怨 像帶長輩來看 一定都會覺得有問題 他們才會來門診 所以來門診的時候 要不說她失智 要不就說她憂鬱症 要不然就說她有一些躁鬱症 他們很喜歡掛一些診斷 然後來看 那可是來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其實有些人 他是 其實有一個蠻簡單 可以知道他是生病了 還是沒生病 你就去抓三年前有沒有這麼奇怪 這樣子 比較三年前 對 像這個長輩 如果三年前就這樣 現在三年後也差不多 那就不是失智了 他本來就是這種個性 他本來就會去用這些技巧去操作 可是如果三年前的個性 跟現在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我們講失智 他就是記憶力不好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情緒行為改變 那裡面其實我覺得大家感覺最明顯就是人格改變 你會覺得這個人怎麼三年前是一個樣 三年後一個樣 那何謂人格改變 人格改變就是本來還算溫和 然後還有一些會注重一些禮貌 在公開場合不會講一些太過分的話 私下講背後抱怨 那現在變成在婚禮上 人家那種大場合 很多親戚 就直接把一些很私密的事情 就直接在那個場合上講 就是講一些比較過分的話 這些話本來一般 舉例 什麼叫過分的話 例如說就會在 就是 就是例如說在在那個大場合上 就直接說 我的 什麼不孝順 然後偷我的東西 然後然後就是不給我飯吃 就是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或是說他虐待我 或等等這些事情 那以前這些事情 可能可能他會去跟一些親戚抱怨 可是很少在公開場合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腦部會有一個這個 我們講這個社交基本禮貌 在某些公開場合不應該講 可是可是這樣子的東西 在疾病就會變得很自由 所以你會感覺病人怎麼講話 好自由 什麼話都可以講 然後有些很誇張的話 家裡的這些一般都不會到外面 講的話也全部都講 這些其實就超出 我們有些來賓都失智了 所以我才會覺得這個 這個比較蠻重要 可是如果不是 是這種基本的 這個人格的這個問題 那可能處理上就很長期了 因為我發現如果這個人 他是本來就這種個性 其實很多都是家庭 這個互動的問題 就比較不是在那有沒有碰過那種沒病的 有 也有 為什麼沒病他要來看醫生 因為就是他的家人就一直說他有病 然後要他來看這樣 對 然後就是就是最後也是威脅 就是威脅他說如果他不來看 反正就是就是 他們可能就會用一些話語去嚇他 說你這個 你現在就有點退化 不來看以後失智 我們就不照顧你 或什麼 然後長輩就會很無奈的來看 可是像這樣的長輩 我覺得在這個 他沒有病 那為什麼在家裡要鬧呢 要讓子女送他來看醫生 以為他有病 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蠻重要 就是其實我覺得都是欠關懷 欠關懷 對啦 就是就是缺乏愛 就是他要透過這個方式 小孩才要回家 他不吵 就電話都沒有 一吵之後 小孩至少會關愛他 可是雖然生氣 可是至少有人理 其實人最怕被忽略 被遺棄 對 長輩寧願被你罵 也覺得有人管 可是如果如果在家裡 這個一整個禮拜 所以我們不回去 跟我們去罵長輩 罵長輩是好的 長輩可能 寧願你去罵他 也不要你忽略他 好 希望 罵長輩 就是有時候他們會這樣 就是他們寧願你回來跟他吵 他也不要你完全就是來個 什麼消息都沒有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我會看到這樣的感覺 就是獨居的長輩 他一個人在家裡 他會寧願有人來跟他吵一吵 你至少還會來看他 可是如果不吵 不吵都沒有兒子了 而且長輩還有個心態 就是他 如果說腳電話 OK 腳電話 總比都沒有消息好 對 可是兒子通常不太打電話 女兒比較會打 我有看過女兒每天打電話 兒子就是一個禮拜一通 一個月一通 這種 其實而且電話費的帳單 也是一個月一次 對 就是很少 而且有時候兒子還住很近 女兒住很遠 就是大家就會感覺 像我就有一個病人 他女兒住在國外 可是他媽媽的飯是他叫這個什麼 就是叫這些外送平臺來送 對 所以他的三餐是他媽媽 其實他女兒在國外訂好 然後送到他媽媽家裡 那他女兒在國外 你沒有辦法 對 沒有 對 沒有辦法 可是可是我的意思說 其實其實如果你有心 你在國外還是可以顧你媽媽三餐 還可以還可以關懷他 然後做到好像你就在旁邊 然後他也感覺到你的關懷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後來這個媽媽跟外送那個人變得很熟 對 如果有固定的 假如有固定的 對 好 那再請教一下崔雯老師 像你在吃上市 有沒有碰到過這種狀況 其實是有 因為其實老人家 他們因為體力不好 或衰老的感覺 身體不舒服 在心理上真的很容易感覺與世隔絕 所以常常他會覺得他被孩子遺忘 或是他覺得孩子都不要他 然後都不關心他 他就一直抱怨不笑 那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的確是在諮商的時候 也會幫他們評估說 這老人家到底他是漸漸的老化 還是說他真的有一些失智的狀況 那真的就像剛剛劉醫師說的 會有一些很極端的行為 然後這些極端的行為 譬如說他開始會講一些奇怪的話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後發生一些奇怪的舉動 我們可能就會開始幫他做一個評估 跟痕見 有那個子女 你的諮商是對死人很兇的嗎 有喔 有 有些時候有些 你的諮商是會覺得媽媽是在裝病 會覺得媽媽這些都不是真的 他就是在裝的 然後譬如說他走路慢慢很緩慢 他就會叫他說 你快點 你立刻給我起來 你不要在那邊裝了 然後那個媽媽可能就會被就是嚇到 趕快照他說的做 那也有些孩子真的對媽媽非常有耐心 聽媽媽說媽媽你慢慢來 可是你真的還是會感覺啦 有些長輩他們的確會有一些 不太對勁的部分 像我曾經有聽過一些比較特別的案例 就譬如說像有孩子會告訴我說 可能譬如說他媽媽說你欠我二十萬 你沒有還我 那他說我沒有欠他二十萬 所以就會出現一些很奇怪的 像我遇過還有就是說也有爸爸 就譬如說他每天都去按朋友家的門鈴 說曾大哥我跟你約好了 我們今天要打麻將 他朋友說沒有沒有約 然後他每天都去按門鈴 每天都去按 後來那個朋友真的沒辦法 就打電話給他的孩子說 你的爸爸每天都來按我們的門鈴 然後跟我們說要打麻將 我們真的沒有跟他約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這樣的狀況 可不可以請你去跟你爸爸說 沒有約 那可能是他記憶中的某一塊 他退 記憶退了 所以他在某一個時空 可能有跟別人約 但是他就會一直記得那個狀況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真的會出現很多奇怪的行為 譬如說他的冰箱突然發現 全部都塞滿了東西 因為他每天都出去買一樣的食物 然後放進來都沒有吃 全部都一模一樣的食物放進來 那你就從這些過程中 可能就會開始感覺到 爸爸媽媽的行為真的很奇怪 然後真的會像劉醫師剛剛說的 明明吃過飯了 他不斷地說 你今天沒給我吃飯 其實他已經給他吃過飯了 所以他們會有很多奇怪的言行 好 不過我覺得劉醫師 剛剛講很好 就是說老人家如果沒病 有時候裝病或者是人格改變 他其實是欠關懷 對 很需要子女的關懷跟愛 這個是蠻重要的 不要讓他覺得很被忽略 被遺棄 不過這個關懷也要到一定程度 不然崔芬老師說他只會找一個人 對 那你就真的是很痛苦了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 對老人要關懷 但是要凶 剛剛Kitty已經做了筆記 這個黃醫師這邊 是有一個律師娘跟你抱怨 對 因為我們今天剛好這個例子 就是在講說 媳婦呢 就是被迫的 被 被迫的 接了這些照顧婆婆的工作 然後我們有一個 這個律師娘朋友是這樣子 就是他老公當然就是律師 所以其實很忙 然後剛好他現在的 他年紀跟我差不多 所以他現在公公婆婆 也不是大病 就是小病 偶爾就是慢性病 一定要去醫院回診 可是就發現說他的公婆 只要去醫院回診的時候 一定會call他老公要接送 可是他老公做律師很忙 然後又要接送 所以我們這個朋友 而且一小時就五千到一萬 對 超過 都是錢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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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你了解 所以所以我這個朋友 他就他的內心 其實就衍生出一點 就是不滿 不是說不想要照顧公婆 而是說你這樣的事情 接送的事情不能 就是說自己打一個電話 叫計程車 或是你不會打 我幫你叫計程車接送 不行 因為沒有住在一起 為什麼一定要叫我老公 出來接送 那你知道如果律師 如果不上班不工作 也不會有收入嗎 對 他們算小時的嘛 對 所以他的心情就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 那個我們其實有很多的病人 就是大部分都是 可能是家屬帶來 但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婆婆 她大概是八十幾歲 然後她就是一個外傭 來推她進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男神 而看起來好像是她兒子 但是後來才知道不是 我就看她說 眼睛的視力兩眼差太多 就是一眼很好 一眼很差 差到就是連零點一都沒有 然後我說 而且是突然之間的 然後我就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趕快要加做檢查囉 結果這個婆婆呢 她就說 指著她旁邊兩個照顧她的人說 可是他們兩個還沒吃飯啊 這一幕有一點就是說 有點驚到我了 就是首先這個婆婆是人家帶來的 她年紀很高 然後帶進來的話 氣氛其實很好 然後就是這兩個人都很盡心盡力 然後當這個婆婆有很緊急 需要馬上做檢查的時候 她第一個也沒想到自己 眼睛已經都快看不到 她還想說 可是如果現在叫我去做檢查 那他們兩個照顧我的 都還沒吃飯 這該怎麼如何是好 就是那種和諧 就是會讓我覺得也很好 然後後來才知道 我就說那到底是 我就以自己自身的例子告訴她說 跟我最近落賽三天都沒吃 其實也不會怎樣 你就先去做檢查 然後他們就去做檢查 然後後來進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她旁邊照顧她 這個男生就跟我說 我說那這位是你的 她就說她是我們總裁的媽媽 就是說她其實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太太 是某總裁的媽媽 所以她是員工 她其實是員工 因為接下來我要講更多事情了 我先確認一下關係 然後我一定就先問我說 那所以你是她的 然後她就說 她是我們總裁的媽媽 好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就要打電話了 她就說那不然就是她就出去打電話 然後就說請我跟家屬講話 那我們接電話 其實這也是必須要解釋的病情 因為他就是真的是比較差的情形 所以你就不是說不能 就是不能隨便講 然後我也是先問她說 那所以請問你是誰 那電話的那一頭 其實大概隔了很特別 女生嘛 所以並不是總裁本身 本人嘛 是一個女生 然後隔了兩三秒 然後才跟我說 她是我婆婆 對 所以那個瞬間 你看前面一個case 跟第二個case 有時候我覺得某種程度 是潛在做人 就是說我們剛剛在講說 那個老人 你有時候就是罵他 罵他也是代表關心 我有時候覺得 那是因為我們層次還不夠 有時候有錢人家 對老人的關心 是潛在做人 然後旁邊的人 你有員工 可以支持 旁邊的人支持他 然後老人也很開心 老人也沒抱怨 老人就去關心 關心他的人 他們兩個有沒有吃飯就好了 這某種程度也是 就是讓我看到另外一個點 那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本身 我們為什麼會對老人生氣 其實就是無外乎 是我們沒有能力嘛 我今天過得很好 我也出錢 請人家來照顧 那你以前帶過你的婆婆 前婆婆去看病嗎 有 那一次我前婆婆很久 就是說剛嫁進去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這個人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他生病的時候 旁邊一定要有人 有人帶他去看病 那那時候一開始 外擁就可以了 但是對 表面上是可以 但是說他就是希望 他生病的時候 要有自己的家屬 帶他去看病 我一開始是覺得說 有可能是那種就是你知道 有錢人家的老太太做派 就是反正我去的話 我旁邊就是要有家人 我不能只是一個幫傭 或者是外傭 對 然後所以有一次他 但他的問題就是也蠻困擾我的 他常常有病 老了嘛 老了嘛 我覺得他沒病 可是他常常覺得有病 你覺得他沒病 對啊 我是我已經是醫生了 我就怕那種 這樣子有需要去診所 有需要去醫院嗎 其實我常怕他沒病 但是他常常覺得有病 而且他常常掛 劉醫師那個科 神經那科 因為為什麼 他只要有頭痛 他就想去掛神經那科 他覺得怎樣 他都覺得他神經狀況不對 他就要去掛神經那科 然後其實去也就去了 那他又說 你陪著他去 他就說我要陪著他去 那我陪著他去也就算了 因為其實醫院就是長久等待 我們都知道 然後我也就是準備了那個心情 要就去 好要長久等待 可是我只要跟他去 他就會不想長久等待 他就會開始說 你不是醫生嗎 你去跟那個門診小姐講 你也是醫生 看我們可不可以早一點看到 怎麼可能呢 你想要有特權 對 所以其實他常常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 我其實並不是那麼喜歡去看 就是跟他一起去看 不過所幸是他病也沒 真的去那麼多次 然後有一次是他真的要去看牙科 然後那一次呢 他是因為那時候我懷孕了 而且我不會開車 我就他就說要叫他的兒子 就是我前夫帶他去看 可是那時候好巧不巧 剛好我前夫的身體發生狀況 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他想要在家裡休息 然後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心想說我前夫已經不舒服 然後我又是孕婦 然後你只是牙齒嘛 我這樣的判斷是這樣 你只是牙齒嘛 那我想說那應該就是你就 婆婆是牙齒痛的 他其實只是要去看看 要不要止牙啦 之類的 那那我就心裡想說 這件事情好像沒有很難吧 就是你他其實也會開車 但如果年紀大不開車 就是幫他叫我計程車嘛 那可是呢 就因為我前夫就在家裡 是不是房間 因為身體不舒服休息了 我發現我前婆婆非常生氣 就是他 他還是他的原則很高嘛 要他兒子陪他 對 可是他兒子現在身體不好 他好像也沒看到或沒感受到 他會覺得 如果我一個老人要去看病 都沒有家屬陪 沒有兒子媳婦陪的話 沒免住 我覺得有一點這個味道帶 所以他的臉上的那個不滿 是寫在臉上的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印象就很深刻 就是我就大個肚子 其實我那時候判斷 是我前夫身體比較不好 我應該留在家裡照顧他吧 可是我後來的選擇是 我就只好跟 就是跟他 婆婆去 對 然後就也很 也很尷尬 因為我不會開車 然後就變成是婆婆開車 然後我坐在腹下去坐 然後我又大一個肚子 然後又跟他去牙科 然後去牙科又是同樣的狀況 你跟他講 你是醫生 可不可以早點看 我說牙科都是排定時間的 沒有 沒有這種事情 對 所以有時候其實老人 你都沒有去開口 你都沒有去開口 因為大家都跟你講 你也是醫生 你跟他講 沒有啊 我就是去站在旁邊 就是站在 讓護理師以為 我是在等單子的人 我只是有一個動作過去 可是我都沒開口 他根本難開口啦 因為 這個護士小姐就會廣播 這裡有個醫生覺得說他可以插隊 大家同意嗎 因為現在本來醫療院署 就不喜歡人家做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當老人家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旁邊照顧的人也很辛苦 那對 不過我們這樣的情形 我有跟朋友討論 就是說老人家真的會希望親屬配戴 一方面安全感 二方面可能老人家眼睛也看不好 到底要怎麼結帳要簽什麼 然後聽不清楚 有一個人幫忙聽信任的人 幫忙聽多好 但是如果說要像我們一開始講說 你就是得要罵他 給他罵醒的話 我們可以自己想一下 像我跟我同學討論的話 我們是四十出頭歲的人 我們就覺得說 那我們老的時候 我去看病 還要看我小孩的臉色 我們一點都不想要過這樣的日子 那我們為什麼不研發 就是一個系統就是說 就是可以有人帶我們去看病 他幫我們記錄 那我也不要擄小孩 我照顧小孩這麼辛苦長大了 結果我那個要看病的時候 我還要看他臉色 我覺得日子好難過 不過因為這樣子 我後來不是這個議題嗎 我又偷偷問我小孩 對 那我就問我小孩說 如果有一天 就媽媽生病了 你要照顧我嗎 我發現我小孩子遲疑了幾秒 所以大家把話 然後遲疑了幾秒之後 怎麼回答 遲疑了幾秒後來就說 好啦 心都碎了 沒有 所以因為我們照顧小孩子 很辛苦嘛 他每次看病都是我帶他去看病的嘛 可是如果你真心去反問他 他也是真的是會覺得會遲疑 表示說照顧病人這件事情 本身就不是真的那麼容易的 所以可能大家要互相體諒 我覺得我們也不能苛責長輩 對 因為長輩可能他真的覺得自己能力也有問題 比方說要走很多程序 對 固域啦 戶籍啦 填資料 填資料 繳費現在都都是什麼 自動繳費期 對 自動的 對啊 可是老人家不會自動繳費期 因為你是醫生 而且你比較年輕 可能那些程序對你來講沒問題 對 老實講 我覺得老人家有時候 很有壓力 對 很有壓力 第一個 第二個是覺得他身邊有個女兒 或者有個兒子 我覺得他比較安心 對 因為自己自己生嘛 不過這個真的很難就是說 年輕人還是女兒 其實他貿易的工作 他要養家 他要上班什麼 所以這中間就有個衝突出來 尤其是有的是 有的是嫁啊 不是真的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劉醫師 不只是神經內科的主任 他也是老人醫學科 那老人來給你看 都是女兒或是女兒出來嗎 都有 就是我覺得 比例上有多少 因為我看獅子比較多 所以來的時候 其實大多數都有家人陪 那我覺得大概七成都有家人陪 那可能有一半的就是兒子 或是那個孫子 那另外一半可能就是那個配偶 或是對 就是他另一半這樣可以來 那他們 百分之七十嘛 對不對 我覺得差不多 配偶 孫子 兒女嘛 那百分之三十是誰 這 就自己來囉 自己來 他失智了 還自己來 好厲害 有些 沒有不一定是失智 我們這也不是只判失智 那有些他沒有失智 或是比較輕微的 真的還會自己來 就是他 他覺得自己 尤其像有些獨居的長輩 他就很怕自己失智 他也沒生小孩 然後自己一個人 所以他 他在很輕微 他可能開始覺得 為什麼我看書比較看不下去 這也不是什麼問題 就是書看不下去 他說這個書好像看不太懂 他就來看病 對 其實 假如他看的是相對論 這個我也看不懂 我會很像掛枕 對 所以 所以他們來就醫的時候 其實大多數是有人陪伴 那有時候長輩他走路比較難 像我們科可能腰痠背痛什麼 這些問題也常來 所以就是這個功能退化也蠻常見 可是我覺得有長輩來 就是長輩有人陪伴的 我覺得真的 那個長輩在這個看診 過程中間 我覺得是安心蠻多的 因為他們就是只要 第一個是他們很怕一件事 就是醫生講什麼 他們聽不懂 對 然後醫生都會講說 要注意什麼 注意什麼 他們就腦袋就已經 就已經沒辦法記憶 所以他很需要旁邊的人幫他記 那所以遇到獨居的 我都還需要幫他寫那個 寫個紙條 給他的子女看 對 就是要寫下來 要不然就是要現場直接call out 就是我們直接call out 就是跟他家人講 有一種醫生都會問說 你有孩子 說有啊 一種醫生會問說 你的孩子怎麼沒來 你有你覺得嗎 我比較少問這個問題 我會問他有幾個小孩住在附近 可是沒來一定是有困難 其實我後來覺得剛剛 剛剛聽大家討論 我覺得也是這樣 就是我們自己老了 要不要備章對待 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現在的這個嫂子的話 其實我們會是下一代 沒有人陪的那一代 你沒孩子嗎 有 可是可是可能 我就生一個 那我覺得他如果沒空 就沒辦法 像我最近就是有一個例子 我覺得真的蠻厲害 就是有一個失智的媽媽 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平常都是他女兒帶來 可是可是那一次來的 那個女生不是他女兒 那我就問說 我本來想說那發生什麼事 他說女兒明天要開刀了 就是車禍嘛 然後那個懷關節要開刀 那我就說那你是他的什麼人 我想說應該就是朋友 或是什麼 他居然跟我說 我是他女兒的老師 就是學校老師 對 老師好 那這還沒有什麼好驚訝 我說老師 那我就說為什麼你會 就是幫他帶 他說因為這個女兒曾經在他那邊 做過研究助理幾年 所以他們就一直有在聯絡 所以這一次 他就在那個群組上po 他就想說帶他媽來看病 這還沒有關係 那我就想到說 不對 女兒要去住院了 對不對 誰陪他去住院 結果他的朋友陪他去住院辦手續 那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他媽媽誰顧呢 對 這個就嚇死人了 他說他的朋友就把他媽媽帶回家顧 真感人 對 我覺得好感人 可是我心裡面想說 我要是在這個LINE群組上po我這個明天要車禍開刀 真的有人會 我的老師真的會幫我帶我媽媽去 我的 我的朋友會把我媽媽帶回家嗎 我說也不會嘛 所以我就說 我就感覺到就是其實 其實這個社會的互助 一定是這個女兒 平常就棒很多 你有幾個兄弟姐妹 我三個 一個哥哥 一個姐姐 對 爸爸媽媽幾歲 媽媽媽都八十了 他們看病都送病 目前就是因為他們在 他們在這個彰化 所以主要都我姐姐 因為我姐姐 姐姐辛苦了 感謝姐姐 對 所以我們都是遠距照護者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遠距照護者 能夠做的就是 像我就是支持我姐姐 對 然後他有幫他買什麼東西 我就能夠遠端買 他有幫他掛號 就遠端掛 只要遠端能做的事 就都我這邊做 你不就跟醫生視訊說 我弟弟也醫生 可以比較緊張 這個很好 就棒棒 對 這個 這個通常 對 就要看是不是同學 沒有 就同業 對 警察 如果剛才 警察 我警察 不要開啦 對 可是這個 這個就是還是要照人家的規矩 因為我們這個插隊 這個外面會暴動 因為現在是自動插卡報到 所以還是我們都照規矩 只是我們比較會算時間 就是我們不會太早到這樣 是 是 那這個Vivi 是朋友跟婆婆住在同一棟樓 那不同樓層 對 就我這朋友 他跟婆婆剛好是住樓上樓下 婆婆是住樓下 然後她是住頂樓 然後她說她婆婆很奇妙 就是因為她老公上班是不固定時間 她是屬於排休的那一種 所以她婆婆也不知道她老公 什麼時候會上班 什麼時候出門 那她就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每一次只要她老公 那一天沒有上班的時候 她婆婆就會打電話給她老公說 我哪邊很痛 就是一下子腳痛 一下子哪邊痛 然後就是要兒子到家裡面去看她 然後兒子就會進去看說 那你要不要開運動 可是她很奇怪是她看到兒子之後 很像就不要而喻 就她的病情就沒有那麼嚴重 她就說不用啦 可能就是怎樣怎樣 她就開始講 那她就會發現說 婆婆感覺上就是想跟兒子撒嬌 但她就會 他們就會開始觀察說 那婆婆怎麼知道老公在家 然後就有發現說 婆婆每天都會在差不多時間 因為她如果有上班 都是固定上班時間 婆婆就會在家裡面聽樓上有沒有人 走下來的聲音 對 然後她如果聽到有人這樣走下來 她就知道說兒子今天上班 就不能打擾她 可是如果她發現過了這個時間 兒子還沒有走下來 那就表示她是休假 就是可以打電話 那因為等於是說老公上班時間 都會被婆婆 就是叫到家裡面去看她的聲音 之後他們就沒有扶其生活 所以她就會覺得很痛苦 就是為什麼休假 好不容易休假 我們應該可以去外面走走逛逛 都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就變成是 他說他就用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休假的時候 老公還是故意假裝去上班 然後他再自己偷偷的溜出去 然後兩個人就約會 然後不然就是要很早很早起床 兩個人出門的時候 門一定要很小心的 兩個人在偷情 對 很小心的觀察 不能讓婆婆發現有人走下來 墊著腳尖 對 因為他們如果兩個人同時走下去 婆婆就會問嘛 就會說你們是要去哪裡 然後婆婆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休假 要把一個人丟在家裡 所以她就說兩個人 夫妻搞得真的很 就像真家說 很像偷情 就約會都要想盡辦法約會 要改件溜滑梯啊 直接從家裡面再滑下來對不對 比較快 對 所以他們後來就有點算 就不想理婆婆這一種號召這樣子 因為爸爸媽媽住雲林嘛 對 住雲林 現在幾歲 現在快七十 我爸爸快七十了 那還很年輕啦 如果這樣六十幾都還很年輕 對 但我覺得他們就是可能 就是務農 所以他們身體很早就出現很多問題 對 如果要看病人 都有人娶嗎 就這一點我就覺得 因為我們家是四個兄弟姐妹 然後都在不同縣市 我爸媽其實是自己住在家 但我覺得我爸媽有一點 就是讓我們覺得很貼心 是他們生病其實是很怕 讓我們知道 他們都自己 他們就 對 然後就是通常都是可能 我們的親戚就會打電話說 聽說你媽媽怎樣 然後我們就會說 為什麼我們是子女 你不曉得 然後打電話回去 就很生氣 就會罵媽媽說 為什麼你生病 就不讓我們知道什麼 他就會一直覺得說 我們都在外地工作 他怕知道他身體不舒服 我們上班會不專心 對 然後他就會情願 就不讓我們知道 然後就說 那你要怎麼去看醫生 他就會開始講說 因為鄉下他會面臨更快速的 就是老人化的問題 就是因為年輕人都出去 所以他們自己有一個群體 就是大家彼此會 對 互相看醫生 會互相摳彼此 就是說 對 因為沒有小孩 真的沒有小孩可以依靠 所以他們這一群長輩們 就大家就會輪流帶彼此去看醫生 這樣喔 對 他說只能這樣子 對 交到壞了嗎 沒有 他們會開車 對 就會開車說 誰載誰去 誰載誰去這樣子 對 那後來他們還要一輩子 需要子女的孫要怎麼樣 對 我們就是現在 也在煩惱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還 他們還可以開車 可是如果哪一天 他們年紀大一點 開車都不行 對 那該怎麼辦 這樣 對 對 那你有一天也會老嘛 對不對 對 那如果有那麼一天 你會希望子女帶你去醫院 還是你自己來 其實我覺得他會是一個 我覺得父母親 真的是我們一個學習的 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他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就會從他身上學習 那我覺得我爸媽的狀態 就會讓我覺得 我我以後老了 我也不想去麻煩我的孩子們 就是因為我爸媽 他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形象在 那我就覺得說 如果子女孝順 他其實會主動的去關心你 然後會去了解狀況 可是如果他是 真的有要事在忙 你還要硬要他帶你去看醫生 除非你真的不行 然後你 對 就是我覺得會是這樣 像我媽媽他們其實 要講好 因為這個現在雲端的世界 你講的話全部都會留下來 子女就看到媽媽說不用 真的 因為我也問過我女兒這件事 就是說生病要 可不可以到我去看醫生 這件事情 然後我女兒 質疑的疾病 對 我覺得他們小朋友很厲害 就是他們沒有像我們 我覺得我們小時候很憨直 就是會覺得說 一定嘛 要孝順祝母 對 就會覺得說怎麼樣 這一定是表達 媽媽怎麼樣 我都一定會排除萬 我覺得他們現在小孩很聰明 他會真的很理性地去判斷說 可是如果我那時候有工作 沒有辦法的話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會有這些 所以他沒有辦法 向我們立刻說 然後你就會很受傷 覺得說死小孩 真是 死小孩 寶貝我在養你 對不對 因為我又覺得 我又不是現在立刻就要去看醫生 我只是要你一個就是那種孝順 感動感是一個孝順貼心的回答 還給我吃 還在那邊給我找理由的 對 所以我還是靠自己好了 生幾個 生幾個 生兩個 兩個 兩個以後就更那個 更辛苦了 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不過剛剛崔芬有講說 北部當時會顧幾人 顧幾人 然後那個比較孝順的 比較聽話的 因為主力小 那個不孝順的 在怎麼找他生氣 你要跟他對抗 可是我覺得也有講的 有道理 就是大家要分擔 最好是輪流 輪流的好處 就是說不是假狗 是每個子女都會知道 父母親的狀況 不要有些人都很清楚 有些人完全不清楚 照顧也讓你知道辛苦 對不對 輪流比較好 這不是笑不笑的問題 然後我想請教一下劉醫師 你不要老了 你要怎麼樣 就是你如果打拼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我自己在做老人 我就覺得剛剛那個互助會 一定是未來的趨勢 可是剛剛提到一件事 就是老人互助會 像我之前他們互助 就是例如說一起爬山的朋友 一起下棋的朋友 可是我就提醒他們一件事 因為他們這個疫情過後 他們發現會都散掉了 因為可能幾個就過世了嘛 那有些人就虛弱不能出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互助會還要加一個元素 就是可能要有一些心血進來 重組互助會 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 你可能八十歲 你不能從四十歲 就這個互助會一直弄到八十歲 你要每二十年要include一些心血進來 對 那你就可以讓這個互助可以更好 因為我覺得未來一定是老人 照顧老人的時代 就是要靠小孩照顧 我覺得不是說不可期待 而是有點風險 因為小孩的未來會在哪裡 搞不好在國外 可是我們這些朋友 我們可以從共同的嗜好去累積 然後一直會有新的人進來 像我現在也是看到蠻多是這種 共同嗜好的或是教會的 宗教的團體 他們那種互助都很強 像我就有一些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各個宗教的教友 就會帶著他們的那些 就是一起來的這些夥伴來 或是他們一起爬山的朋友 陪著一起來 其實我覺得這些人 有時候比小孩還要瞭解他 就是他們來陪伴的時候 我覺得有很多同理心 而且他們有很多很好的這些過往 可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不能八十歲想要加入互助會 因為沒有人要理你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四十歲 你的價值最低 對 四十歲 所以我才說 你是需要被人家照顧的 不是你能照顧別人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互助會很重要 就是你要在年輕的時候加入 先幫助一些老人 然後慢慢會有新的人進來 你就會被這個團體來照顧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可是 那你 你的你女兒多大 我女兒現在十一歲 十一歲 他們都有問說 以後姥姥也會照顧我嗎 你有問嗎 我有沒有問 我好像沒有真的這麼問 因為我一開始就覺得先 我看來是不要問好了 因為兩個都心碎 因為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我看到在你所看到 就是父母越不依賴小孩 小孩越離不開你 因為你 什麼 沒有 再講一次 父母越不依賴小孩 小孩越會一直跟著你 就是你都跟他說 你都不要來給我看 沒關係 你這個 然後反而小孩就會自己覺得不好意思 他有想跟你在一起 所以他反而回來次數變多 可是你看那些每天在打電話說 你怎麼沒回來沒回來 他就會想辦法不要回去 黏住了 對 所以反而倒過來 所以我看到很多那種一直感謝說 你回來 拍誰啊 什麼這樣子 這種話放在嘴上的 那個小孩一個禮拜都看好多次 而且所有的小孩自己排班 小孩子 你就開支票給他 真的啦 開支票給他 那你忘了簽名 然後他就會回來 爸爸你如果沒簽名 很好的方法 很好的方法 那翠芬你是單身 你有想過這問題嗎 其實也是會啦 因為其實我其實覺得生病 就是一個人最脆弱的時候 因為身體不舒服 心理需要被照顧 的確我也非常可以同理老人家 所以像我自己 我也會覺得 那怎麼樣把自己安排好 不要麻煩別人 我真的覺得人類分 我大略的分種被照顧的 就是一種是像剛剛劉醫師 不麻煩孩子的人 一種是一直麻煩別人的人 那我是希望我成為 那個不要麻煩別人的人 所以有些時候 要把自己照顧好 規劃好 我真的會跟劉醫師 有同樣的感覺 就是因為你會看到很多當事人 他們就會是你最好的案例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怎麼做 是可以把自己照顧好的 然後又心情也愉快 然後又不會造成別人的負擔 然後各方面都很好 所以我其實會跟我的朋友說 以後說不定 我們就是會互相照顧 淡君你可以跟Kitty 李文婉 那個黃醫師他們組成互助會 可以啊 趕快 我們都唱歌 我們還開直播現場 而且我還有一群朋友 就是說不同的朋友 我們去做不一樣的事 譬如說有些朋友 專門是去看電影的 對 休閒活動 而且是看電影 我覺得像這個 你不能等到 真的像劉醫師說 你不能到你八十歲 才來想這件事情 然後你那麼現實 那時候一進去 突然間送婚名 你要想一下說 我要對別人有貢獻度 我要先貢獻別人 然後別人未來會貢獻給我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 現在就要來規劃好 好 那這個Kitty是 你說當時你的婚姻 有三個婆婆 對 怎麼說 一般人都是一個對不對 我是買一送二 就是我應該說 我的先生是由 他的外婆跟阿姨 就是很威嚇長的 那他的媽媽是在她大一點的時候 才出現 所以我嫁過去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大婆婆就是外婆 然後二婆婆就是她 就是我先生的媽媽 然後小婆婆就是阿姨 我只要每次我覺得問題 我跟你講真的是多到一個不行 我們講小孩子的問題 就最常發生的 因為小女生女兒 就是都會想要裝扮 穿洋裝 然後頭上戴一個頭戴 然後很可愛有一個花 我就給我女兒買一個白色 配白洋裝 很漂亮 回去 不得了了 為什麼 大婆婆說 我都還沒死 頭上就戴花 白色的 然後二婆婆 就說 對啊 家皇你這樣真的 就是說我這樣很逆天就對了 然後小婆婆說 不會啦 現在年輕的人 就是會想給小孩裝扮 很可愛 好險我還有一個小婆婆 我會幫我說話 可是他 因為他是最小 在家最小 小婆婆是阿姨 對 有說跟沒說一樣 所以我就只能默默的 對 好 把小孩的頭戴拿掉 然後帶小孩回去的時候 老人家就會說 那你就把白花拿掉 弄黑花 他就說白花 我後來回去 對 後來回去 我什麼花都不給他戴 什麼花都不能掛掉 然後好 每次回去家裡 他就講說 小孩子丟給我 你們兩個自己出去吃飯 然後我想說 反正他們都有 帶小孩經驗 應該是沒問題 後來我每次回去看到我女兒 身上都會有髒髒的 就是黑黑的 然後我想說沒關係 老人家至少小孩平安就好 他們快樂也好 然後不然回去就會吐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我女兒 每次回去給他們帶都會吐 我想說是喝太飽 就說你們是泡一百八嗎 還是一百六 他們說 對啊 我都照你的指示泡 後來有一次呢 我就提前回去 我很想知道他們到底都怎麼帶小孩 對 我看到我真的傻眼 然後我就看到他牛奶 剛好我女兒要泡 厲害了 他們鼓 他餵我女兒喝牛奶的水 不是加水喔 米汁 他用那個煮粥的那個米汁 我女兒大概喝到吐 他從小都沒這樣喝 太薄了 一百八加那個米汁下去 會很薄的 我女兒也沒有喝那個習慣就會吐 然後我就說不能這樣子餵 他沒有這樣喝 他就說 你先生我也是從小這樣子餵到大 你看他小時候 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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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都是這樣養大的 很大 也很健康 現在你看也養得很好啊 你想說 現在也有道理喔 也養得好 那個很暗 我現在想到 那個很暗 你知道嗎 不過我請教崔溫就說 其實老人家就覺得說 以他的方法 他的經驗 其實是可以的 有時候講不聽 這怎麼辦 的確是很煩惱啦 就是他覺得他可以 妳媽媽也這樣嗎 一定有 你怎麼知道 我印象嗎 沒有特別問過 沒有問過 我回去問看看 不過我真的會發現 有些那個長輩 他非常的固著 我最常遇到就是 要餵喝蜂蜜水 除了吃巧克力以外 對 每次我我幾乎智商很常很常遇到 最大的衝突就是 現在都說小孩子不能餵蜂蜜水 但是他們那時候覺得 老人家都是覺得蜂蜜水 是最營養的 對 然後通常為了這種 而有非常非常大的增值 然後吃東西這部分 覺得怎麼樣是對小孩最營養的 那個真的不同年代 觀念不一樣 那如果有這樣的情形 我真的會感覺 媳婦 或者是晚輩跟婆婆說 我都沒有用 這時候 我就會比較會用說 有一些請婆婆跟他一起去 小兒科醫師 去看小兒科醫師 一起看 所以說邀請婆婆一起 那不要由 不要由媳婦來說 媳婦通常越說 效果越差 他越堅持 因為婆婆跟媳婦 很容易爭取認同 然後看誰是對的 那我不要進入這種爭取認同 就是看誰是對的 就有小兒科醫師去跟婆婆說 最近有餵小孩喝蜂蜜水嗎 媳婦就不能講說是他餵的 就沒有講話 婆婆就會說 是有啦 有餵一點點 然後這時候那個小兒科醫師 就會跟婆婆說 不能餵他喝蜂蜜水 會怎樣怎樣怎樣 那由小兒科醫師來說 因為他是一個專業的人來說 媳婦 婆婆馬上就會從善如流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我目前覺得 還有一點效果的 因為醫生又權威 對 醫生又權威 然後這樣子 又不用夾口媳婦 有道理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Vivi這邊是有個朋友的婆婆 原本是公公住在鄉下 對 然後呢 對 她的婆婆 她跟公婆是一起住在鄉下 然後公公就是因為生病嘛 然後就離世了這樣子 然後公公留下蠻多的財產 可是公公在 她的離世是蠻突然 所以她並還沒有做這個遺產的 就是說可能把一些遺產 移轉到她們身上 並沒有 所以那些錢其實大部分都是在 尤其是在那個銀行裡面存款 大部分都是在婆婆身上 那金額其實蠻大的 結果他們就發現說 為什麼婆婆的裡面的存款 她有時候回去檢查她的存部 就發現說為什麼裡面存款的錢 一直在減少 然後定期都一直有在領錢出來 然後她就問她說 為什麼 媽媽你是買什麼的 為什麼會需要這麼多錢 然後婆婆就會開始找妳的說 我是什麼什麼家電壞了 她要去換 然後不然就說 她哪個朋友急需要用錢 然後跟她借一點這樣子 那剛開始他們也沒有想太多 後來是鄰居 就偷偷跟他們講說 你們要注意一下你媽媽這樣子 然後想說發生什麼事 然後她也知道說 原來婆婆公公離開之後 他們家的家境 其實在他們村子裡面 大家是蠻知道說是有錢的 所以她身邊就開始出現了很多 中年以上的男子 然後會想要跟婆婆就是 套好關係 就會有點像是 談戀愛 對 想要 小狼狗那種嗎 算小狼狗 反正就是引誘她這樣 就是可能會帶她出去什麼 然後因為她公公離世 她其實就很寂寞 又一個人 所以她就會跟這些男生出去 她說其中有個男生很厲害 就是很會哄這個婆婆開心 可是他們鄰居在旁邊看 就知道說她不是真的愛你媽媽 是為了她的錢 但是婆婆感覺目前是在 那個愛情的氛圍當中 所以就會 她需要錢就會領給她 那如果不領給這個男生 那男生就會 她會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對婆婆不理不睬 不然就是對她破口大罵 那婆婆就很想要留住這個感情 所以就又會再把錢領出來給她 那他們就很深意 就說不行 你這樣存款全部都 我們要幫你收著 就是不給你這樣子 那婆婆就開始一哭二鬧三傷掉 她就覺得說 爸爸你爸爸都離開了 我一個人在鄉下 你們還要控制我的經濟 那我這樣不如死一死算了 我說活下什麼用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哭鬧 所以他們後來就子女都拿他沒者 就完全不管 他就覺得好那隨便 你想要怎樣就放生你這樣 就變成說婆婆後來就開始打電話說 為什麼你們那麼久都沒有回來看我 你們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那這些小孩子就是會覺得說 你都已經做成這樣 那我們回去看你 其實跟你講也沒有用 所以就變成他們現在關係就是很緊繃 這樣 那這怎麼辦 這個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先瞭解 這個媽媽的感情需求 她很孤單寂寞 然後她用錢去留住對方 那如果說你要幫助她的話 她越孤單寂寞 可能花錢越多 那不要放生她 因為放生她有可能 她因為孤單寂寞 而可能就反而會讓她可能年老 所有的財富都會被拿走 我在想可能你看看說 在短時間內看可不可以把她邀請她上來一起住 或是轉移她的生活空間 轉換她的生活空間 看有沒有可能讓她那個 就是在那邊的習慣 或是在那邊不適當的人際關係 可以切斷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老人家真的很容易被騙 所以我們其實常常會跟那個說 你要注意一下你家人 媽媽或爸爸的 尤其是單身的 她的存款 如果突然發現那個帳戶 突然少了很多的金額 那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有可能他們真的很容易成為 那個有心人士的一個目標 這個婆婆幾歲 那婆婆應該很像七八十歲 七八十 七八十歲戀愛 怎樣 不能談戀愛 八十歲戀愛 很正常 對 然後女人也是人 我們也準備八十歲戀愛 對 八十歲 我們兩個約好互助會 不然我覺得她覺得是很孤單 對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其實我 因為我們家有養狗 有養貓 我覺得貓狗雖然是寵物 牠也很怕主人不理牠 對 只要你出國久一點 牠會覺得牠被遺棄了 對 回來就特別黏 我想人更是這樣 對 所以千萬不要讓長輩覺得牠被遺棄 被忽略 要很適度的關心這樣 那 不過有些長輩會不會得寸進尺 有些長輩當然是會啦 不過剛剛那個 鄭大哥提到貓貓狗狗 我其實會覺得養貓貓狗狗 對長輩很有幫助 因為我發現那個貓貓狗狗一方面 牠們會把助力放去照顧牠 不是狼狗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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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寵物 然後牠們一定要帶牠去遛狗 尤其是養狗 我其實覺得對長輩很有幫助 因為牠去遛狗又可以運動 所以如果那個晚輩覺得 長輩會得寸進尺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是要觀察一下 就是長輩最容易得寸進尺 就是情緒勒索 然後射罪惡感的陷阱給你跳 然後不斷地會跟 你看你們都不來看我 我活多久也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被牠這些語言影響 你只要就是去看說 我現在可以為你做的是什麼 那我還是會為你做 你放心 然後讓牠安心一點 然後但是不要被牠的這些語言 牽著走就可以 了解 好 不過我請教一下劉醫師 就是說這個老人醫學科 而且你主要是看詩字 詩字的徵兆是什麼 詩字的徵兆其實 其實有幾個蠻簡單的 第一個當然大家都會覺得是 記憶力不好 可是光這個不能說是詩字針 因為我曾經做過調查 就是忘記關火的 那個五十幾歲 就已經很多人有經驗了 就在把鍋子燒壞 也不是什麼太特別 什麼 我從客廳走進廚房 要做什麼忘記 對 所以 你會嗎 我也會 就有一半換槍 你的病人多了 現在 所以不能單純 只是拿著什麼鑰匙忘記 然後找不到 然後忘記關火 就要說人家失職 這個對老人來講很大的壓力 就是我們來看門診的病人 就很多次這樣被抓來 就一次火沒關 就被要求一定要來看病人 然後看著每天阿嬤都睡不好 然後記憶力就越來越差 然後焦慮症大範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快要快要完蛋了 可是實際上是不需要這樣 因為真正的失智 他不會只有記憶力不好 他會合併一些判斷力 或是他會有一些就是重複的行為 他那些東西 然後邏輯的這個理路上都會出問題 所以會比較多重的功能 不會單一功能 我覺得單一功能 基本上不是說不用來看原因 可是不用一開始就把它當作失智 可以當作是一個就是評估 他是不是例如說睡眠功能不好 藥物的副作用 有很多是可以處理的 好 OK 忘記東西 還有 忘東忘西 那另外我覺得 另外一個我覺得蠻容易可以發現 就是人格改變 就是如果他在很短的 在其實不是很短 就是要往前追兩年 因為有時候大家都是 每天像溫水煮青蛙 他這個個性一直在變 就覺得沒有差 他就是一個很難搞的老人 可是你回去想 三年前不是這樣 那這個就怪怪 其實我有很多病人 他們那個家屬來看的時候 他都覺得說 這個東西好像他們看不出來 那我就會給他們一個時間走說 那三年前呢 他們就覺得說 對啊 因為我媽媽三年前自己都出門 然後都不會來煩我們 然後這三年不對勁 每天都挖在家裡 然後一直打電話 然後一直一直一直call我們 然後一直重複講一樣的話 他們就開始覺得說 這個不對勁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間 是可以這樣對 我請教你 因為我有一次在球場打球 碰到了一個一百零四歲的長輩 他還去打球 那因為他在我前面 我就跟敢力說 我們這一棟不要打 我們去追他 我想認識他 結果想不到他看到我以後 他竟然叫我鄭先生 就表示他的視力還是很好 記憶力也很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 他是個醫師 中醫師 我就跟他說 中醫師 你可不可以打個球 我想要錄影下來 這樣 他就很高興 開了球以後沒有開好 然後他就說 等一下 這個不要錄 我再同打一次 好可愛喔 你知道嗎 就是說一百零四歲的人 他也想要有留給你一個 我還不錯的狀況 印象這樣 就是老人對自己還有期待嗎 有 其實期待很高 像我之前有個九十幾歲的阿伯 他就膝蓋酸酸 那我想說膝蓋酸酸看醫生 那一定是跟他講退化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阿伯 你這個膝蓋很嚴重 他說就是酸酸的 那一定要把他治好嗎 他說對 一定要把他治好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 他說他以前都是跑馬拉松的 因為這個酸酸 害他不能夠跑完全馬 他說他只要跑完 都是第一名 因為他那個九十幾歲 沒有人可以跑完 所以他只要跑完就第一名 然後爬一零一也是 他那一組反正他只要 他只要只要能夠爬完 他那一組都是第一名 因為沒有九十幾歲的 他壓力好大什麼的 對 所以他就說 他就說這個酸酸 對他來講很重要 你知道全馬是四十二公里 又一百二十五公尺 對 他跑得完 九十五歲耶 好厲害喔 所以我就說 那你這個很重要 我我可能要想辦法幫你弄好 這個一點點酸酸的 我們不能講退化 就打發你 我們還是要認真的幫你貼貼布 什麼吃藥 把它弄好 所以老人家對生命的期待 你說有五個重點是不是 對 對 其實其實我覺得老人 老人 大家不要覺得老了以後 好像就會覺得自己 好像好像什麼都不在乎 其實不會 他們其實蠻需要 其實像今天大家討論到 第一個就是能夠有尊嚴的活著 尊嚴 其實我們自己也是 我們會覺得如果我到老了 我想要被這樣 我們不能當作他沒用的老人 對 他們需要被尊嚴 就是其實簡單講就是把他當作一個 跟我們一樣是一個正常的人來看待 不是說他們都都好像什麼都不在乎 第二個他們也很希望他們生命 有一些可以掌握的東西 那有時候這個掌握的東西 他掌握不到他就會 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掌握這個小孩 反正我打電話你會來 我好像可以掌控一些東西 其實有時候這個生命 可以掌控的東西 我們可以幫他做一些轉換 可以讓他覺得生命 他也能夠自我控制 那有時候可以用一些工具 讓他可以很好的出門 我們幫他 去看百幾代 還買東西 可掌控性 真的 因為可以點歌 對 我覺得這個可掌控性 有很多種可以掌控 我們可以讓他生命 有點這種感覺 那第三個就是 他們都會渴望這個家人的關係 那這個量不用多 因為他如果生命有掌控性 有尊嚴 其實我們的親近 就是只要是一個元素就可以 那下一個就是他們常常都希望 我可以活得比較悠閒 那這件事情其實常常家人 都會給老人一些痛苦 例如說叫他去運動 然後吃的東西 就是什麼不能吃 什麼不能吃 其實老人不想要那麼多的限制 可是這個過程就是 我們要準備讓他在這個疾病 跟這個就是能夠平衡 其實最主要就是你要 你要 你要 你要體認到人都愛吃 人都希望就是不要被強迫 可是這過程中間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例如說他愛吃的美食 我們就降低頻率就好 不要叫他完全不吃 甚至有的病人 他就是抽菸抽到九十歲了 還要叫他戒菸嗎 我就會覺得說 也是有點殘忍對不對 我就跟我病人講 你就少抽點 可是其實長輩就會從這個過程中 他會自己去決定他要戒 還是要真的少抽少吃 那這個感覺他會比較被尊重 那最後一個 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讓這個長輩 他的能力可以恢復到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其實蠻重要的事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回去問 像我門診有時候就會問長輩 你覺得你關心什麼 你覺得什麼最重要 有時候我就會用這個東西來決定 我要給你什麼治療 因為像我有阿嬤就說 他覺得能夠出門去買菜 是蠻重要的 對 那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可以給你一些工具 讓你可以出得了門 來教你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真的把他來看病的 這個病治好 因為這個期待就是 就是長輩最想要的這件事情 有時候我們幫他做好了 比你怎麼孝順 因為有時候孝順是我們自己想做的 不是長輩要的 你做他要的 做完這件事 你就很孝順了 對 你不需要去做很多 對 其實可以帶長輩去菜市場 買菜 這就是一種孝順 對啊 有時候是這樣 對 去吃鹹的時候 不是 菜市場有一種魔力 那個味道真的有魔力 魔力 魔力 那臭臭臭臭臭 加上那個味道就是衝合起來 就是還有那個賣菜的人的那種魅力 火力 那個叫賣 對 所以對他們來講 能去菜市場是超級棒的